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清语 我在archive上搜索LK99论文的时候 发现LK99相关的论文 或者说在论文里出现了LK99 甚至是室温超导 就是room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 这样的论文都很少了 但是你搜这个superconductor 就是超导的论文 还是不少的 你看看 所以这个2310 这个论文这么多 我有一种捞鱼上网的赶脚 看了看 其中有一篇是南京大学的 是中文作者的论文名字 打开一看 好家伙 是温海虎团队的论文 这可是大鱼 我们之前多次介绍过 文教授的Nature论文 迪亚兹发表了一篇 史文超导论文 最后撤稿了 但是文教授团队的 反驳政委迪亚兹的论文 却发了Nature 当时正值七月底 就是 被RQ就抢风头了 现在他们团队又发了一篇 超导论文的运版 我们简单看看 论文的标题叫 自选轨道偶合驱动的 平坦能带的非传统超导性 2抗4EXX 这篇论文 主要讲了文海虎团队 成功合成了一系列 以一位基础的 LAVAS像的超导体化合物 2抗4EXX 这里我补充一下 LAVAS像就是一种化学式 主要是所谓的AB 二型的这种密排的 立方或者六方结构的 基础性化合物 它是以首先描述他们的 德国化学家 FREIS LAVAS命名的 那实验呢 采取了熔炼和退火的方法 通过在2抗4E的 E的位置掺杂硅原子 获得了不同掺杂浓度的 2抗4硅X硅X样品 那测试机我显示 随着硅掺杂量的增加 超导转变温度TC 呈现出了 两个超导圆顶 而非单调变化 特别是在第二个 超导圆顶区啊 超导转变温度呢 可以达到 2.8K 就是零下270度左右 是该系列中最高的 这表明啊 超导性质 随着超导 随着掺杂变化复杂 可能存在非传统超导机制 那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 非常规的超导体系啊 温海虎团队呢 就测试了不同 结构浓度的这个 二规四一 X规X这个样品的电子运输性质 结果发现啊 在第二个超导圆顶区的一些 关键样品中 正常态 正常态存在非非米液体行为 包括呢 比热系数 对数发散 以及类似半导体的电阻率特征 这表明啊 该铁系存在强关联电子效应 此外呢 在最佳的掺杂点附近的观察到了明显的超导掌落啊 表明超导异化 第一原理的计算显示啊 超导所在的二规四一X规X化合物中存在平坦能带 这种平坦能带呢 来源于一原子的强大自学软轨道的偶合效应 平坦能带啊 能增强电子关联强度 并导致超导配对的这个增强 所以研究人员认为啊 这个二规四一X规X超导体系中的关键性质 像非单调的超导原顶 前关联电子效应 超导异化啊 这些都与平坦能带 以及前关联电子效应相关 这表明该系列化合物可能属于非传统的超导体 不同于传统DCL的超导理论 发现呢 对于深入联究这个新型的超导材料的这超导机制啊 这个研究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那讲到这儿了 很多朋友可能就要问 哎 这个和LK99有关系吗 那讲你这个你先别着急啊 我们先看看这个LK99他研究的是什么 当然我们不能看LK99的这个所谓始作俑者 就是韩国量子能源研究所的这个论文 因为这篇论文啊已经被大家给踢臭了 虽然捂着鼻子啊都在镜像复现 但是很多大佬啊对这篇论文都是不屑一顾啊 那我们也别找不自在是吧 我们就看一看第一篇研究LK99的那个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的那位 Griffin博士的论文 应该说啊 后边很多啊 这个研究LK99的啊 用第一性原理分析就是DFT工具研究LK99的论文呢 都没有太超过他这篇论文 因为他发的最早嘛 所以我们就从这篇论文开始看看 关于Griffin对LK99理论研究啊 他超导研究啊 我们介绍过好多次啊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翻翻我过去的视频 但他主要研究了LK99的高温超导材料 及其机制的重要性啊 引入了已经建立的超导体家组中的高过渡温度超导体的平坦能带 作为高临界温度的这么共同特征 那Griffin的研究表明呢 同掺杂了晶体结构的变形 包括金格参数的变化和配位数的改变啊 当然这是LK99研究的啊 就是Griffin理论研究 这个呢导致了平坦的电子能带的形成 那他的论文里边还提到啊 这些平坦电子能带与高温超导性之间的关系 以及他们对超导性的可能的影响 所以这篇论文刚发了之后呢 Griffin就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奥巴马的那个典型动作是吧 登儿一放手 当然了 除了上述研究啊 Griffin也进行了密度翻寒理论的计算和分析 计算电子结构后发现啊 在费米能基附近存在一组较窄的平坦 电子带 这些平坦带呢 来源于铜的电子轨道 那Griffin 他们认为啊 这种平坦带 可能与高温的超导性相关 那我们再结合这两篇论文分析一下 他们研究的一同 从上述的两项超导研究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啊 尽管他们研究的材料不同 但是他们都注意到了平坦电子能带对超导性质的潜在影响 哎两项工作都提到 平坦能带啊 可以引起强电子的关联效应 这与超导配对的增强相关 但是啊 人家文海虎团队对非传统超导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而Griffin的计算呢 更集中在了晶体结构和电子能带方面 在南京大学的这篇论文里边啊 从平坦能带的角度深入讨论了超导机制 具体来说呢 有这个论文啊 探讨了一系列化合物的电子带结构 特别关注了与自选轨道偶合相关的平坦能带 他们分析认为啊 平坦能带的存在会增强超导配对和超导波动 论文也提到了这个超导状态的比热理和结果呢 支持低波的配对 所以南大团队认为啊 这些特性表明呢 这些化合物可能属于非传统型超导体 它的配对超导配对可能源自强电子关联效应 而不是传统的电子生子的这么个欧合机制 而在李时培发表的第一篇韩国文的论文里边啊 他们也没有明确研究平坦能带 而是在介绍RK99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呢 提到他们具有类似Apartheid的这个一维结构 而这种结构呢 使它的电子状态被严重限制在一个维度上 没有明确提到平坦能带 就flatband这个词 但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这个平坦能带呢 但是你从一维电子结构的这个来看啊 平坦能带的形成也就是它的电子结构的一个关键特征 但是它论文啊 没有像南京大学的论文那样深入的探讨 平坦能带对超导性质的影响 另外啊 这两天论文啊 其实都注意到 就RK99的研究和南大的论文都注意到 经济结构的变形或者失真会影响电子结构 进而影响超导性质 那第一项工作啊 就是南大的论文呢 通过硅掺杂改变了二抗四一的这个电子结构啊 就是这么一个拉伯斯这种化合物的结构 而Griffin等人呢 他们也强调了同掺杂导致的这个结构重排 所以呢 他们都关注了结构效应 对电子能带和超导的影响 这是啊 这两篇论文的 大概的我们看到的一些简单的一统 那下面我们就聊一聊标题里边 那个非传统啊 就标题里边那个inconventional啊 南大学论文啊 他就突出了这个 他们这个化合物体系可能的非传统超导机制 那对于这种化合物体系的非传统超导机制啊 论文提出了几点看法 比如说超导临界温度TC 随着掺杂的这个变化呈现出两个超导圆顶 非单调变化 这通常伴随着非传统超导的出现 在第二个TC啊 就是圆顶区的最佳掺杂点啊 正常在表现出非非米液体行为 包括比日系数对入发散和半导体态的电子物 这是强电子关联效应的体现 那在最佳的衬杂点啊 存在强的超导波动 表明形成的库波队啊 掀杆长度很短 另外一个呢 就是超导状态的比日理和表明可能的 低波配队的对称性存在这个能系节点 那第一原理的计算显示呢 考虑自选轨道偶合后形成的可调携的平坦能带 这会引起强关联电子效应 那平坦能带呢 会增强超导配队和这个超导波动 在前面说过 所以综合这些呢 作者就认为啊 这系列的化合物属于非传统超导体 与传统的电子生子机制不同 那超导配队呢 很可能源自于强电子关联效应 这主要就是因为前面说过 那个自选轨道和形成的平坦能带所致 它的具体的这个配队机制呢 还需要进一步的来研究 那到最后了 我们就介绍一下南京大学的这个论文和LK99研究上最大的相同点 就是卡钩米金格的结构和超导的研究 LK99啊 它的研究与南京大学的颤导研究 虽然材料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研究的材料都含有这个卡钩米金体结构 那卡钩米金体结构啊 是一种六角形排列的开放性的金格结构 通常是有相邻的三角形构成 相连的啊 那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啊 Anderson呢就提出了卡钩米金格呢 可能导致有趣的电子行为 比如自旋液体状态 那这个理论的预言了 这个理论语言啊 可以说开启了这个 长时间的对卡钩米量子自旋液体的 这种研究的这个探索之路啊 实际上南京大学论文的第一个引用 在最后边的第一个引用 就是这个 他就是1973年 Anderson关于卡钩米发现这个的论文 那么近年来啊 随着这个对TOP材料和强关联电子材料的研究啊 国内也有不少的论文 谈及这个卡钩米 比如说南京大学论文后边啊 还有引用的文献啊 不少是2022年和2021年相关的研究 但是过去啊 和卡钩米相关的研究 都没有掀起像 RK99这么大的热潮 毕竟RK99从今年4月份刊发 安稳的论文到现在已经半年了 是吧 你要说南京大学论文 没有受到P99的这个启发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但你看看论文开头啊 The 卡钩米 lattices have drawn great attention in the community due to their inheritant geometrical spin frustration 引用1 看到吧 由于其固有的几何自旋挫败性 卡钩米金格 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这里这个是引用文献一 1973年 引用的文献一不是别的 这是1973年 Anderson的关于卡钩米发现的这个论文 接着 They provide good platform for exploring many exotic electronic states such as quantum spin liquid and other intriguing charge or magnetic orders 他们为探索许多奇异的电子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例如量子自旋液体 引用2到4和其他有趣的电荷或磁序5-6 这是论文的开头啊 但虽然提到了这个卡钩米结构 就是千灵灰时的那个六零六棱柱那样结构 但人家引用的是发现这个结构的50年前的论文 而是战术避开了风头正进的这个LK99 所以啊 以后在archive上搜索 恐怕要经常搜卡钩米这个词了 实际上呢 这在学术研究和论文专利发表上啊 算是个潜规则吧 就是这个和合理避税 我觉得是一个道理 你说呢 所以文教授团队 他们也发现了卡钩米经格的各种奇异特性 展开了研究 很有可能这篇也会发nature或者顶看 所以啊 昨天呢 我们视频里那个nature总编在韩国说呢 对LK99要持开放态度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们接到了估计不少类似LK99的研究 或者受到LK99启发的论文 怎么办 发发呀 所以你看责任全在美方 不是啊 全在地下子 好吧 这就是今天啊 我们对南京大学这篇论文的解读啊 看来呢 卡钩米经格啊 将会成为近期超导研究的新热点 这种具有开放性的几何拓谱结构 有可能引发各种电子关联效应 并促成高温超导 那第二轮LK99引发的论文潮啊 正在袭来 可能在年底 大的成果呢 也许要到明年年初 毕竟啊 在LK99的框架下 做出新的超导材料 还是需要动动脑筋 反复实验的 那LK99带来的启发 我觉得 推动啊 就是说 这个结构可能的这个超导材料 它引起的这个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啊 也反映出什么呢 这个科学发现的开创性啊 在引领和推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上 所起的这个作用 那不只是在超导领域啊 比如在磁性新材料 这个领域恐怕也是打开了新天底 哎 至于LK99的发现者团队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 恐怕还要看他们继续 最终的论文能不能发出来 那从长远上来看啊 在这个领域诞生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 我个人认为都有可能 这几天呢 正是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 是吧 欢迎大家看看我发的其他几期 关于诺贝尔奖的这个视频 那好的 这期呢 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啊 由于短时间高强度的这个论文阅读和总结啊 虽然有翻译软件有AI 但是工作强度依然非常大 所以出错呢 实在所难免 希望各位专家啊 多提意见 多拍招 让我们一起进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请您啊 这个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啊 并打开小铃铛啊 及时收到我们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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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